虽然已经进入电脑网络时代 但是国家要进步 社会繁荣 家庭幸福 民间社团 还是一股不可缺少的力量 目前国际同济会中B区 已经是台湾中部地区 最大的民间社团之一 为了让成千上万的同济伙伴 有成长的机会 增加国际化视野 2018年12月2号上午 国际同济会中B区 特别邀请外交部特任大使 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吕庆隆 前来台中市秦义大学金融馆 举办一场面对全球新变局 翻转世代新思维的专题演讲 吸引了中部地区大批学术人士 跟同济会会友参加 我们特别邀请吕庆隆大使 来介绍他在外交领域的一个 他的一个深且广的一个知识分享 那接下来就是也不要轻销同济 让社会大众知道同济伙伴 同济会除了在做社会公益之外 也办了很多类似这种成长的活动 让社会大众也来参与 来认识同济 那以后来加入同济大家庭 我觉得这个让我们对于台湾非常有信心 我觉得刚刚那时讲了很多 我们当第一个我们要很有实力 那我们要把握每一个机会 然后我觉得走出去广结善缘 台湾或是每一个人都可以行销台湾 或是行销自己 出生在台湾嘉义 目前担任中法比瑞文化经济协会 理事长的吕庆隆大使 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演讲当中 不仅以风趣幽默又丰富的方式 配合影片图片跟文字 说明台湾辉煌的经济发展历程 也以自己拍摄的照片 介绍台湾各地好山好水 美丽又多元的风土人情 吕庆隆大使 也用他在法国推广台湾布袋戏作为例子 跟同济会会友 分享如何行销品牌跟经营自己 也亲切地回答现场听众的问题 希望大家一起疼惜台湾 把握放眼国际挑战的机会 第一个 努力就有机会 第二个 我们珍惜中华民国台湾所有的一切 因为这些都不是奇迹 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第三个呢 我们希望我们透过不同的努力 包括家庭教育 学校教育 公民社会的教育 我们来深化我们的民族 因为民族绝对是我们未来 非常重要 无可替代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一个呢 就是我们大家要建立对自己的信心 因为台湾本身的表现呢 实在是非常的优秀 只是我们在国内 大家不见得去注意而已 因为你的实力 你的信心来自于你的实力 而台湾经过这四五十年来的努力 我们不管在教育科技研究 各项领域里面呢 我们已经有一定的基础 我们绝对可以更好 在这场公益演讲当中 因为内容充实又精彩 像是一份温暖营养的新银鸡汤 所以除了吸引将近一千多名同济会友 前来听讲之外 也有东海大学 清一大学 台湾科大 台中高工 跟威格中学的校友会人员前来 大家都说 听到吕庆龙大使的演讲之后 收获非常多 可以说是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就觉得他讲得好 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这个世代的年轻人 就是需要听他讲的内容 因为我们需要立足台湾放眼世界 非常非常高兴 台湾还有这么多 这么多优质的台湾人 我们的台湾 把我们台湾 拓展到国外去 我们不能小看我们自己 每一个人 每一个台湾人 都是这么的有能量 优质 然后勇敢 去拓展外销 走出台湾 走出我们自己 除了举办今天的专题演讲之外 国际同济会中B区 也经常参与各式各样的公益活动 投入艺文推广 鼓励同济会友 发挥爱心 帮助儿童 老人跟弱势团体 中B区主席朱东元说 要以实际的行动 建立温暖富足的社会 所以希望有更多的善心人士 加入同济会 凝聚力量 共创未来 让保岛福尔摩杀 更加繁荣进步 记者陈文旭 肖有金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